在這邊做了一些不應該輸入的東西 比如說我剛剛講 應該要半型它給全型 你按執行 它就會出現什麼呢 查詢值的數目和目標欄位不一樣 按確定 它就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這個它全型的話 它會把它當一個欄位的名稱 它是一個完整 而不會把它當成一個半型 所以你這地方要檢查一下 我看一下第一個一定要是 另外我看一下這個 如果把這個delete掉執行起來 看可不可以 這個居然還是可以過 它可能把enter當成換行符號 這樣如果把這個 假設我這樣好了 接在一起執行 也可以 所以ss在這個地方好像有點彈性 其他的資料庫 如果你少一個空格 他有時候就不讓你過 ok 那其他他的好處 比如說防貸 假如說你這個地方 多打一個 比如說防貸計 假設你 資料表名稱 錯誤它也會出現 但是ss有個好處 假設你 比如說你這地方 這個名稱 錯誤有沒有 執行 我印象中 它會出現什麼 找不到輸出的資料表 有沒有 按確定 它會告訴你說 可能這個地方有錯誤 所以ss在這個seql部分呢 也會幫你稍微除錯一下 我的習慣是會先在這個地方做一些練習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呢 可以新增 再把這個語法怎麼樣呢 拿到 VVA裡面來修改 這樣的話呢 比較萬無意思 ok 好 那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要試著在這邊 也把這個seql語法的部分呢 稍微了解一下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